我們這個裡面呢還有一個教材是屬於掃光的效果,那掃光其實還蠻常見的 蠻常見的,那麼這個呢,通常內建就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應用慣例 這個老實講好久了 因為這是我以前 寫書那時候做的光碟片 光碟片我們會做一個片頭動畫 所以我在這邊 把它移一下 好,很久以前的 有沒有,你看到前面那個就是一個導光的效果,其實我當初做這個我就是用A做 好像這樣 那你要做這樣的效果,其實呢 我們在 A裡面 用內建的就可以做了 另外像這個 這個也蠻好笑的 這個 這個 看一下那個連結 好,在這裡 不知道還在不在 這還在做一個片頭,可以過電子的光碟 糟了 金屬掉光了 好,有沒有看到這張廣告機板 這是最新的玩意兒 快打給全波電子 全國電子,您好 很高興為您服務 好,再按一下播放鍵就OK了 這樣有灑光的 有沒有 很好笑 重點是剛剛這裡 好快 一直看到這位婆婆 有沒有 那你要做這個的話 其實 在音音裡面我們都可以 有現場的濾鏡可以用 好 這個呢 濾鏡的名稱 又是CC開頭的 有沒有 叫做Line Burst Blast 或者是Line Rift 好 像這樣的效果 那麼 這個 都OK 你可以做文字 那也可以 就是做在 其他的 向量圖形 上 都沒關係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濾鏡 所以當然 跟我們現在做的一樣 一定要有一個 塗層 才可以用 那有一個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做文字的話 因為呢 文字本身 比如說我現在有這個文字 可是打完這個文字之後 它的範圍只有在這裡 所以它掃光的時候那個光芒 就會跑出來 光芒就會從 文字外面露出來 所以我這裡有特別提到 你如果要做文字的話 你要先把它做一個 就是 這個competition 然後裡面有文字 你要先把 這個 做一個 precompose 這樣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 把文字跟我們的 場景 變成是它以場景 當作是它的範圍 這樣子 你在做這個 掃光效果的時候它才可以把 它怎麼樣 延伸到文字 範圍 以外的地方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不然的話呢 你會發現 糟糕 為什麼我們家的 光線就出不來 就是有這個 小地方要注意一下 事實上跟它類似的 有很多 就是類似像這樣 perst ray 跟swift 就掃 掃過去 這三個效果很像 那你要最簡單的就是用這個perst OK 那我就 做一下 所以 了解了之後 參考之下就沒關係啦 因為這個 給大家 做了 說明 我先新增一個 competition 又是一個空的 對不對 那 我在這邊呢 加上一個文字 好 那我把這個 變小一點 可以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字型 把它變粗一點 效果會比較好 我看一下 這裡 比較粗一點 這是可以粗的 好像沒有什麼 比較粗的 好吧 先用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的話 如果你單純做在 這個文字上 我們先找找看 generate 產生產生 你看 這裡面呢 有很多細細開頭的 123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就有這種 光線衝出來的 感覺 那你用這個BIRTH 可以試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所以 這個 它的強度 還有它的長度 你可以設定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的位置可以改變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 就是類似像這樣 我就從這裡 有沒有 走過去它光線 好像各位在看那個007電影的時候 都會有類似這樣的效果 好那 你看喔 在這邊來 這裡把它清掉 來 你看我們 可以針對它有一個叫核心 center 這個是可以做動畫的喔 這個center就是誰 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我拉動一下給你看 放到這裡來 放到這裡來 拉過去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有效果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種掃光的效果 你也可以只針對center 我們就來做 這個 好從這邊 好 六秒鐘之後要掃到這邊 因為我們看電影的 很多的片頭 或片尾常常會有這種效果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套用一下就好了 好那如果你的文字要延伸再出去一點 那我剛講的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場景 我們可以怎麼樣 再開一個新的或者你從這邊按右鍵 PRECOMPOSE PRECOMPOSE就有點類似群組的概念 群組的概念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東西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 我先拿掉一下 按右鍵 PRECOMPOSE 好現在呢我針對這個 COMPETITION 我們來產生剛剛那個 LINE BIRTH 那這樣子這個效果它可以延伸 更外面一點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有沒有簡單 應該還好吧 那 它在左手邊這裡 還有 烤出來的這個光線它有幾種 一個是像我這一種 會怎麼樣會淡出的 另外一個是直線型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會 長得比較 出來一點點 那另外呢 CENTER的 就還好 所以 比較常見還是像 淡出的效果 這樣子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幾個 濾性呢 其實我覺得都還蠻常 看到的 那你就可以透過 像這樣子 去做 移動 那你 可以得到不錯的效果 你要由上 下也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今天 過年後第一天 就是來個特效 之旅 讓大家可以清楚了解 其實網路上 A的濾性 也是非常多啦 那有免費的 有付費的 都可以 所以 其實呢 很多特效 有時候 如果你要塗把煉缸去做 真的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如果有這樣子 已經現成的 你可以直接用的 很多他們就會直接拿去用 因為為什麼 花錢 解決問題 因為人家已經有寫了 那就 簡單一點 比較快 那如果說你真正就要 做像我們剛剛看到 阿凡達木偶花絮那樣 我都一定要做 原創的 那你就會 要花比較多時間的 成本 包括金錢 或者是這個 人力物力 就看你要的 OK 好